花莲县政府春华国际连结 打造花莲成为全球宜居城市典范 今年将陆续邀请国际各领域专业人才 分享跨国文化交流经验 办理第一场讲座 邀请旅居纽约的黄立祥教授 分享艺术与商业领域跨界合作经验 以及如何结合国际事业与本土文化 县长徐正伟也出席聆听 并与现场来自12国宜居花莲人士交流 促使花莲成为更加开放 多元且具有吸引力的国际城市 花莲走向世界 世界走进花莲 现在许多会表示 营造国际友善的城市 需要许多人共同努力 外国游人在此落地生根 成长茁壮 成为世界游人最势集的城市 外国游人对花莲实际生活经验格外的重要 也为未来预愿来花莲生活的国际人士 电梯联合的基础 交流年始以外 今天我们更邀请到留德国的 我们的黄立祥的教授 来到花莲 后来又得到了富尔布莱特的奖项 成为访问学者到美国纽约 我想在这里除了一个在台湾成长 之后能够到国际世界去跟他一起分享台湾的美好观 我们也更藉由这个机会能够让黄教授来分享 在这个世界各地即在德国留学或者是在美约当访问学者的时候 能够把很多的资源或者很多的想法这个跟大家分享 欢迎政府在信任许正为代理之下 为了实践花莲走向世界世界走进花莲的愿景 吸引数位勇武者以及国际人士 预计花莲接轨国际经验 推动产业创新 科技进步以及经济转型 今年也将邀请来自世界各地 各领域的专业知名人士 分享国际交流的经验与视野 并且促进在地团队的创意交流 接着请问华萨伯导